这七天大圣的九九八十一节暗藏玄机 堕落天使路西法的恶魔标记 竟成为了西方众神至圣的希望 但谁能想到这七天大圣的一句 看俺老孙年碎了你这七宗原罪更是燃炸全场 就在刚刚七天大圣决议 在西方女武神的竞技场上独闯九九八十一节 可没想到这第一战就来的如此之快 这来自地狱的堕落天使路西法降临场上 这个曾经来自第十至高天的大天使 此刻战意十足 与东方斗战神的一战 他似乎期待已久 而下一秒这七天大圣早已按捺不住 他竟然率先动起手来 只见他手中的金箍棒瞬间变长 这棒头的方向正是路西法的落脚之地 眼见着铁棒距离自己是越来越近 这堕落天使路西法竟然没有选择躲闪 他右手一挥在自己的身前立起了一面恶魔法盾 而说起来这面对金箍棒的至强一击 他不躲不避可不是傲慢和自信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他就是要测试一下 这七天大圣的力量到底有多恐怖 而下一秒这斗战神的力量果然没让他失望 就在金箍棒距离恶魔法盾半米距离时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两边还没等触碰 这金箍棒仅仅靠着冲击之力就碾碎了恶魔法盾 而路西法也不慌张 高高跃起躲了过去 虽然这一切发生极快 可似乎路西法早有预料 而接下来他张开了自己巨大的黑色六翼 悬于半空之中 而他的眼睛里似乎有寒芒闪过 不出所料 这下一秒他的眼睛里直接射出了一道死亡之光 而这道黑光大有来历 西方众生无人不小 他源于地狱之中 凡一切生灵之入 即便是花草 处置枯萎 可就是这恐怖的力量 七天大圣经丝毫不放在眼里 他净凭金刚不坏之体 硬扛毁灭之光 一飞冲天 此一幕的出现可谓是震惊似作 而在空中的路西法剑后 也是爆发了自己全部的战斗热情 随着他的一声大吼 恶魔之力迅速包裹全身 竟在他的身上 生成了一层恶魔皮肤 而更让人兴奋的是 他打算对撞七天大圣 场边的华夏观众先想着 和大圣相撞 这要是能活下来 也算是西方第一神了 而随着一声轰鸣过后 这路西法从场中央飞射而出 他倒退了足足数十步 才站稳脚跟 此时这堕落天时 大脑飞快的运转 这来自东方的七天大圣 只可置取不可立意 他口中默念咒语 等完成之时 一个标记出现在了 七天大圣的头上 但让人疑惑的是 他并未给大圣带来任何的伤害 只有一群来自 埃泽拉斯大陆的观众 似乎发现了端倪 面对这未知的疑惑 大圣毫不在意 他提着金箍棒 又与堕落天时站到了一起 在双方交战数个回合之后 路西法的力量 不知为何是越来越强 不消片刻 这双臂之力 与身法竟于大圣几乎持平 这场上所有的人 无意不感到惊讶 而随着西方众生 嘴角上扬的那一刻起 七天大圣猛然惊醒 不是对方的力量变强 而是自己的力量 在逐渐流失 也就从这一刻起 七天大圣的9980一截 正式开始